已经有非常多的图台 所以我们在了解了很多前面的技术 包括一些爬虫什么事情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把三个图层叠起来以后 我们可以基本上掌握到违章工厂在哪里 因此我们的使用者他只要在 像是这个地方他把非都市土地跟农业土地 跟上面有工厂这件事叠起来 红色的地方他就是工厂 但工厂有很多类型 以及如果要精确的检举工厂的话 是需要照片的 所以他想要新增工厂的话 他就可以在这个图点上面做一个位置的标记 然后把资料把它填起来 我们也选择过一些工厂类型了 因为其实我们做一个NGO 我们是真的很希望可以在事情上做出改变 所以我们会先处理中高污染的 也就是像电鍍厂那些 但是我们就会相对 我们也拥有所有其他的工厂类型的资料 那我们也可以再另外做一些就是协助处理 这当中其实非常必要的会是需要他们帮我们新增照片 因为没有照片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做检举的 那另外其实我们还会 就是刚刚有提醒 我们匿名性是相当重要的是 因为其实在检举违章工厂的过程 可能是会被遇到那些 就是你知道就是工厂主人都有养狗之类的 那我们其实会尽量让他们可以快速地做完这件事 所以希望例如说在标记的时候它可以很快 然后在填写的时候可以很快地发生 那我们也留了一个小格子 因为有一些工厂它是气味跟噪音 可能不是在图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它也可以在小格子的部分去做就是补充 那除了新增之外就是红色的框框是已经有的嘛 已经有的它也可以帮我们做就是资料的补充 然后它是可以反复的编辑的 我们之前也有想过说如果工厂的主人他自己就一直来编辑他的工厂 说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良好的工厂怎么办 那其实很可爱因为工程师的就是跳坑的朋友 他就说那我们要想办法例如说认他的装备啊或者什么 他的设备那些 可是NGO的想法就是很好我们来开记者会吧 就是哪一个工厂不断一直编辑他自己呢 想红是不是让你一次红个够 这就是其实我们会一起努力在这里面了解彼此不同以后 就想出一个真正可以既有技术让使用者 就是这些被违章工厂干扰的民众他们真的可以检举 然后我们在NGO端是可以做到一些制度上的改变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等一下大家在就是共笔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会议记录在一个HackerMD上面 然后我们已经下下个礼拜之类就会见面 然后进行城市的分工 因为基本上这个界面是已经设计好的 所以我们已经在路上了这样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好 讲完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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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